你好 欢迎收看2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后世的农业发展为花莲的食农教育 扎下极佳根基 花莲新政府期望花莲除了原有发展的食农教育 能够再透过不同经验和能量挹注 为花莲带来更多元的农业文化体验 农业处长在今年更是在智慧农业 食农教育两大领域和玉里长梁合作 共同推动了菜谱文化 花莲后世的农业发展是花莲的食农教育 扎下了极佳的根基 花莲新政府期望花莲除了原有发展的食农教育 能再透过不同经验以及能量的挹注 为花莲带来更多元的农业文化体验 其实在去年开始 我们就很努力在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在今年花莲新政府农业处会特别来推食农教育 那食农其实是要从国小跟亲子开始落起 然后一直到整个大众 所以食农教育会变成是在今年 我们在政策上很用力要去推的 农业处长表示今年更是在智慧农业 食农教育两大领域与玉里的长梁合作 共同推动菜股文化 另外一部分是智慧农业的部分 那在整个全国的行销上 其实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在洽谈 跟全家来进行西瓜双麒麟 所以我们要开始来跟全国做行销的相关的活动 那长梁这一段 我们也希望未来 那个萝卜可以变成很有名的一个叫彩头节 就是菜股这件事情 也可以变成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花莲在以萝卜这个议题上是还没有人在做 所以长梁是非常有指标可以来开始往前做的 农业处也正在着手建制校园智慧农业的示范现场 同时将在今年的四月份办理食农博览会 农业的推展不仅仅是生成者与消费者的参与 同时向下扎根从教育的学习以及反馈 传承农业的永续发展精神与爱护土地的敬畏之心 记者高雄商玉里建采访报道